韩顶喜剧人五亿的无形幽默 五亿拿生日蛋糕 结果份量傻傻分不清楚 每人拿一块 我们两个一起 不是 这是四个 这就拿一个 两个加加索 不是 你怎么这么幽默呀 五亿快本表白沈月居静一 是我喜欢的身高 沈月居静一 我觉得沈月更亲吟一 好 就沈月是不是 还是沈月生了是不是 她就写了沈月 然后我们就邀请了居静一 来到我们的超大的演唱会 节目组就是故意的 现在你看着居静一的本人 看着她本人 你说我喜欢沈月 看着她本人 说出这句勇敢的表白 加油 其实你也好漂亮 再来认真地打量一下 自己打量一下 好好说三个优点 我觉得 就是 是我喜欢的身高 洋气烫手 不如就在一本正前的奖段子了 我洋气超级重 就是那个阿波的人 他只要手搭我身上 他从来没有见过 你洋气这么远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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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武艺又来了 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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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还有什么要宣传的 吴毅说 我明天要去见个导演 吴毅说 小吴毅 最近有什么要宣传的吗 明天要回北京见两个导演 哈哈 哈哈 因为见了导演才知道这个工作有没有 所以我们今天很想知道他续集是怎么样 第一次有一个作品是从见导演就开始宣传 这才是真的有点早 后来第二天去见导演那个沉默吗顺不顺不顺利 还还挺顺利 定了吗 现在定了吗 就是好像呃马就是马上就要签合同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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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原来武艺是从小就这么幽默了 小时候写的日记逗笑大伙儿 今天女生多有诗意 名字就叫弟弟他 后面六个 又跟审论号 这个星期我弟弟 因为外婆喂错药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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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弟弟的私生活都卡住在你的 作业本里 他一个弟弟 弟弟的 哈哈哈